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管现在看到俄罗斯 或者是乌克兰 或甚至于这次的以色列 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他趁着把阳伞在车顶上面 他不是遮阳 他是为了防止无人机 对他实施空头炸弹 这是他可能会面倒武器 那人员方面他会碰到什么 第一个就是狙击手 我想说哈马斯 他们练起了那么久 一定训练了很多的这种精准的狙击手 狙击手为什么很可怕呢 在巷战里面 因为狙击手他射击的时候 他第一个当然我们都知道 狙击手一定是相当准 第二个他的距离可以打很远 你知道我们国军距离 大概五六百公尺 你就必须要 这个十发里面必须要命中九发 才算一个合格的狙击手 那你想看五百公尺之外 他就可以打 你根本就看不到他人 他就可以对你实施射击 而且狙击手射击的时候 我们不要被电视电影上面影响 觉得说他就把人打死了 不会 我觉得真的一个很好的狙击手 他射击的时候 他会把人打伤 他不会把人打死 因为打伤一个人在战场上面 这个造成敌军的这种战力的损耗 会比打死一个人还要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打伤一个人来讲的话 旁边四个人要把他抬走 要用四个人就要战场救伤及户 而且在战场上如果说是受伤的话 其实那是很痛的 那个惨叫声哀叫声 或者流血的情形 会造成旁边的这种 他的同伴 他的袍责 心理者会恐惧 会害怕 在心理上也会造成压力 那同时也会 你必须要救出他 你就必须要花四个人把他抬走 那你如果说是射击打死一个人来讲 你少一个战力 但你打伤一个人 你可能少了五个人的战力 所以因此来讲 我觉得据一手 对哈马斯来讲 是一个这个很 在这种成人作战里面 是一个关键性的一种人员 以及杀伤性的武器 第三个我要讲说 哈马斯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 当然就是所谓坑道 虽然说现在 以色列也研究出来 很多坑道作战的方式 但毕竟来讲 按照目前我们得到的 这种西方美企的报道 以色列 哈马斯在加沙基区 总共建议的坑道 有五百公里那么长 那目前 以色列能够掌握到的 或者他号称摧毁的 大概只有一百公里 也就是说还有四五百公里 三四百公里 这坑道在底下 你是没有办法 这个发现到他 他们虽然说有专地战 但是这个专地战 炸弹的这个 这个极深的距离来讲的话 可能一二十公尺 那但是他的地道 听说是深达四五十公尺那么深 在这种状态下 你没有办法 对他来实施攻击 那你这攻击方来讲 如果一旦进入到坑道以后 你第一个 你东南西北方向会分不清 第二个你所有的优势战力 你会完全丧失 这优势战力包括什么呢 包括你空中的攻击力量 你就完全没有优势 这个你的炮兵 你的战车 你这种东西的 这军事上的优势 方面完全就不站到任何一点 可以发挥出来 最重要是你科技方面也没有优势 比如说我讲最简单的通讯 你在坑道里面 你就没有办法对地面通讯 你通讯会完全中断 所以坑道里面 彼此之间用一个很简短的对讲机 来做通联 那如果说转一个弯以后 你可能对讲机都失效了 所以完全就是看谁对这个地道守 谁才能够占便宜 如果我认为如果真的是 乙军真的要进入坑道来讲的话 对哈马斯来讲是绝对百分之百 是站在有利的位置 也因为如此啊 所以说以色列就针对这个地道 他也发展一种武器 也可以说武器 也可以说一种方式 叫做我们都知道就是海绵炸弹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海绵炸弹 这就是所谓以色列发明的海绵炸弹 其实这个炸弹道理很简单 我们看一下 他就有一个人 大家看到这上面这边有一个人 他把这包东西丢到坑道里面 这包东西里面 事实上是两种的这种化学物质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然后中间就有个隔板把它隔开来 当这两种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膨胀 新增一个固体状 那在这种状况下 大家看到这个坑道这边 他就把它封住 他就把它封住 这是第一个 这个以色列可能会采取的这种武器 第二个以色列在对坑道这样 会采取什么武器 也就是说机器人 他用机器人先行进去 了解对方的这种位置 武器大小 但是有时候机器人有些东西 他还是在坑道里面 你必须有光线 如果说没有光线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辨别出来的 尤其像有些鬼雷设施来讲的话 机器人不见得被辨别的出来 这是第二个 以色列所会遭遇到的困难 所以因此状况之下 以色列还有第三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是违反 这个联合国公约的 他用神经读记 那以色列用神经读记 这种来实施反恐的攻击 不是第一次 我们都知道 他神经读记有很多种 有一种神经读记 他放进去以后 他对人体的麻醉 会让人瘫痪 大概六到八个钟头 所以说如果说人质在里面 他用这种神经读记 是有可能把人质救出来 但是问题是他要冒一个风险 就是说有些人 他可以承受这种神经读记 可能六到八个钟头之后 你把他急救他可以救回来 那有些人就承受不了 像这个俄罗斯 他的割剧院被攻击 那时候恐怖分子 占领了割剧院 他们也是用神经读记 进去攻击 然后把里面的 不管是歹徒啊 这恐怖分子啊 或者是观众 都用这种神经读记 把他麻醉 麻醉之后救出来以后 其实有些人 也是受不了这种神经读记 就因此而失去生命 那我特别在这边要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国军也有防神经读记的物品 而且是在战时的时候 每一个士兵身上都要携带的 那叫阿托品针 我想说有福货义的这个弟兄 应该都知道这种东西 就是在防守面具里面 底下有带了两根 这个阿托品针 这个很粗的一根针头 那个针相当粗 比一般的我们打针头还要大 那打的时候 他就用往身上敲一下 这针头就扎进去了 但最多你也只能打两支 这种解毒剂 超过两支以后 你就不能再打 不然的话你自己也会受到伤害 所以这个是 以色列可能会采取的方式 第四个 我要讲以色列在这种 进入成圣战以后 他所会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所谓的 这个弹药跟伤患后送的问题 你知道这个在成圣战里面 其实弹药的消耗量 是很大的 因为为什么弹药消耗量比在 比在那种开阔地作战要消耗量大 因为你的视线不轻 对人在战场之中 尤其是这种视线不轻的时候 只要稍微有点深想 稍微有点紧张 都是转兵交接的状况之下 你所有武器都是采取自动射击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就没有办法让你很这个 很从容不迫来做瞄准来做射击 所以在这种光子弹的消耗量就很大 通常我们看到一个士兵你身上我们叫基本吸行量 也就是他最多最多 就以我们国军来讲的话 你最多就是在150发子弹 为什么呢 因为你枪上面有一个弹夹 一个弹夹30发 因为你看我们国军士兵身上四个弹夹 再上枪上总共五个弹夹 每一个弹夹是30发子弹 那这种状况之下你想想看 如果说一旦发现一些风吹草动 在战场上惊恐万分的状况之下 它很快的一旦一扣动扳机以后 那一个弹夹大概几秒钟的时间 就全部都射击完了 所以弹药消耗量 我们他们根据估计算 这个成刃弹的弹药消耗 会是这个平原作战的四倍以上 那在成刃作战里面 以色列要进去 它的这个弹药补给 会是很大一个困难 其实弹药是非常顿重的一个战具 这个你不要小看 光一个炮弹 你就一个只能爆一发炮弹 你最大能量只能爆一发 那你想想看一箱的弹药 你顶多一个人集一箱弹药 那我刚刚讲的只是步枪 如果说机枪的话 那消耗量速度会是更快的 所以说为什么战场上会有弹药兵种编制 就是它要不停的 从后面往前面补充弹药 不然的话这个机枪 它射击来讲的话 它就会做成火力间断 火力间断 就让敌人有机会探出头来 对你来实施攻击 另外三万后中也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在那个地方可以说 一片废墟之中 它不是平原 平原的话我车子 或直升机还可以进行救人 你在那种废墟之中 你怎么 你车辆都不见得 能够很顺利能够开进去 那你怎么去救人呢 你救护车能不能够开进去 第二个在那种情况之下 美军或者以色列 他们以前靠着庞大的 它的空中优势 它可以用直升机 救护直升机进去 立刻把商贩带走 但是现在在这种沉沉之中 你直升机你根本就是 没有办法找到着陆的地点 在这种状况下 商贩后送对以色列来讲 也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所以这场战争 我觉得虽然说已经进入地面作战 但是我们不敢说 以色列确实 它现在有所有火力 军事武器上的优势 可是问题是说 它面临一个陈阵战 面临哈马斯 这种就是到现在来讲 我们可以说哈马斯根本就是 不是不怕死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死 它反正我被你困在这个地方 也是死 那我如果说战死 我也是死 尤其它把它当作一种圣战 的这种观念来讲的话 那再来可能紧接着以色列会碰到 就是人肉炸弹 像这种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 进入地面以后 可能会旷日废时 就如纳坦雅胡 以色列总理自己讲的 这会是一场非常艰难 而且持久的一场战斗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说时间一拖久 我想说国际局势舆论 现在已经慢慢改变了 大家已经现在全世界各地 已经陷入反尤塞的风潮 甚至于美国拜登最早停以色列 他现在都已经开口讲说 要区分哈马斯以及是平民 那他怎么区分 根本就不可能区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续的问题 才刚开始头痛 讲到这边我特别要讲一句话 所以说我们 我们自己古老的祖宗 孙子就讲过一句话 将不可孕而兴师 祖不可孕而兴师 将不可怒而动兵 也就是说你将帅你不可以在胜入之下 你去出兵 你必须要考虑到后果 开战之前你要有一个开战指导 就是所谓胜战的思想 那开战之后 你就要必须想到我中战 我怎么样来结束 现在讲起来地面作战 纳坦雅胡则是第二阶段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第三阶段 是什么样子 我想说到现在为止 我相信包括纳坦雅胡 包括拜登 都不晓得第三阶段要怎么样 是整个把以色列整个扫平 把所有人 把以色列那边的这个哈马斯 你全部扫平好了 那你那边的这个 他们的平民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也全部都要杀光 那平民跟哈马斯你又分不清楚 我觉得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 那如果说后续来讲的话 可能更严重的是 美国对中东地方 现在整个沙烏地阿拉伯 中东阿拉伯国家 穆斯林的世界已经产生很大的烦恼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很单纯的 国家生存问题 而是人道的问题 当这问题升级到人道问题的话 就不是传统战争 对非传统战争的问题 而是一种人类的一个道德观念的问题 你纳坦雅胡采取这种 断然采取这种行动 这种进入地面作战 你后续我觉得 后续全世界的动乱才刚开始 那你伊朗呢 你黎巴伦的郑主党呢 叙利亚这些国家呢 还有南部的叶门胡采组织 阿拉伯这些国家 你以色列你毕竟你只是 在这个 在整个被阿拉伯世界 所包围的一个弹丸之地 你虽然说在这个地方有美国相挺 你武器方面比阿拉伯家 阿拉伯国家要强很多 可是我研究过五次的中东战争 五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之所以能够战胜 就是因为阿拉伯国家这几个国家 不管埃及啦 叙利亚以色列约旦 萨尔及阿拉伯 他们有时候并不是很团结 他各打各的 那如果这次 因为人道的东西 让以色列这些穆斯典国家 不分什叶派逊尼派 他们团结在一起 然后不管在石油经济手段方面 或者海空的封锁方面 或者甚至于武力跟你对决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以色列来讲 以后的发展会甚至于更不利的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